要当专业农夫栽种 静思本草饮中最需要的 鱼芯草跟摩草 仔细志工 亲力亲为 从翻土开始学习 警示专家 然后再跟我们教导看怎么样种 那药草很好种 但是这个过程 它的成长过程 还是要去注意一些细节 疫情现在非常严重 但是这个原料非常欠缺 那我们也依照金色师傅 给我们的指导 希望能够在我们园区的 这些空间能够有效运用 把它能够顺利的栽培出来 顶着到太阳 弯腰翻土种下药草苗 志工还得研究两种药草特性 这个药草可以说 不能太前路上 我们还要有那个 半阴的这个场地 再另外要把它加入 往夕的之后 我们所有用的材料 都是我们 钢山园区环保站 所回收的相关资产 我们也同时运用了 这个场地上 既有的 既有的资助 玉心草跟摩草 在慈济钢山 置业园区志工的 细心照料下成长 全新付出的辛劳 只为了搭建健康防护网 大约新闻圈线美志工 蔡莉莉 王福寿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